王昭君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他主动出赛和亲 更主要的是他出赛之后使汉朝与匈奴和好 边塞的封烟熄灭了50年 增强了汉族与匈奴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 他和他的子女后孙以及姻亲们 对湖汉两族人民和睦亲善与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诗人赵介认为 王昭君的功劳不亚于汉朝名将获取病 据班固汉书匈奴传记载 王强自昭君 号宁湖燕之 公元前52年 王昭君出生于南郡紫归县 现在的湖北新山县一户平民家庭 以民间女子的身份被选入夜庭成为了一名宫女 入宫以后由于不肯贿赂宫廷画师 因此没有被选入汉原帝的后宫之中 公元前33年正月 南匈奴呼喊耶禅于来长安朝近汉天子 并提出和亲要求 在这之前 汉朝与匈奴常年交兵 双方在兵力物力上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也都产生了和亲与友好的意愿 但是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常闹矛盾 在对汉政策上意见也不同意 有时愿意和亲 有时又出兵侵扰 导致汉朝对匈奴也始终存有戒心 呼喊耶禅于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匈奴禅于 因为匈奴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 他曾派遣自己的儿子入汉 对汉称臣借汉朝的势力保全自己 此次正是向汉朝提出称讯请求 是他第三次来到长安 汉元帝出于边疆安宁的考虑 欣然应允 从众位宫女中挑选出王昭君 给予册封赐给了呼喊耶禅于 并改缘为晋宁 呼喊耶禅于非常高兴 尚书表示愿意拥保赛上边境安宁 王昭君告别故土登城北去 一路上黄沙滚滚马思雁鸣 使他心绪难平 于是取出琵琶弹奏了一曲琵琶院 七晚月儿的琴声 美艳动人的女子 使南非的大雁忘记了摆动翅膀 纷纷跌落于平沙之上 落雁便由此成为了王昭君的牙称 王昭君来到匈奴 被封为宁湖燕之 宁湖燕之是汉代匈奴君主正气的成为 呼喊耶禅于也因为迎娶了王昭君而广为后世所知 昭君出赛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汉兄两家保持了友好和睦关系 昭君出赛不但结束了匈奴多年的分裂和战乱 而且为中原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使当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 对中原的先进制度产生了向往 促使一些少数民族 效仿中原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 王昭君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广泛 诗词小说戏曲创作 也多以昭君出赛为题材 据统计古往今来反映 王昭君的诗歌有七百多首 与之有关的戏曲小说有近四十种 且过昭君世纪的著名作家有五百多人 昭君出赛这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不衰